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如何製作這個紅色L型的圓形 那麼這個L型它可以自由的拉動控制點 這裡這個J也是自由的控制點 其他都是算出來的 我們開始用一個新的檔案來說明怎麼樣來製作這個圖 首先因為我們需要一個中心點 所以這個是一個自由點我們用點工具呢在 任何一個地方點一下 那另外一個點也是自由點 那我們等一下做一個L型在這個地方 現在我們先把D1向量 把它給算出來 所以我們在指令列這邊呢 輸入U等於Vector D1 這是D1向量 畫面上會顯示出D1向量 代數區這邊也有出來 再來 我們需要一個垂直的 向量 所以我們把這個E點轉過來 所以 我們利用旋轉的指令Rotate 然後把E點轉90度 OK 然後 旋轉中心是D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按Enter 那麼 這裡有一個E'跑出來 我們需要這個向上的向量 所以我們輸入 V 等於Vector D 到E' 按Enter 這時候這個V向量出來了 代數區有出現V向量 好 那我們開始去計算出周邊的這些點 我們先 從E點向下 一個V向量 所以 我們在 代數區這邊輸入 E 減掉V 好 所以出來一個F點 那F點再走兩單位過來 兩個U 所以呢 我輸入F 減掉2U 好 這裡會出現一個G點 在G點往上 兩個V 所以G 加上 2V 好 出來一個H點 好了 那我們現在繞一圈 這時候 就完成它的頂點的製作 接下來我們利用多邊形的工具 我利用多邊形的工具 從D點出發 E F G H 最後到 E'回到原來的D點 完成了整個 多邊形的製作 那這時候 原則上你這個多邊形應該可以自由的拉動 然後呢 這個 控制點也可以自由的動 好 我們可以把這個圖 它的顏色改變一下 將來我們在製作工具的時候 就隨著你改變顏色還有它的 這個填滿的程度呢 製作新的圖形 好 那我們這兩個向量基本上 油箱和V箱製作過程裡面它只是 暫時用到的 我們不需要顯示它所以我們把它關掉 OK 接下來我們開始把剛剛做的這種東西呢 做成一個新的工具 那麼我們選擇工具 這個功能表裡面 新增自製工具 選擇它之後呢 如果我們有按到之前這個 這個 我們不需要的向量的時候 我們把它 劃差 我們需要 我們真的需要的是這個 這個多邊形 所以我們點一下它 那它會出現 六邊形 Poly 1 出來 OK 我們需要這個多邊形 這個是我們的輸出物件 選擇我們在做 這個用這個新工具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我們畫一個六邊形 那我們需要給它的 收入物件是什麼呢 系統會自動判斷 你需要給我兩點 D跟E 那它才可以畫出 這邊的這個六邊形 OK好 那最後我們需要給它 一個名字 我這邊名字選擇給它 LShape LShape 名稱 這個指令名稱呢 是在工具列裡面用的 這兩個可以不一樣 不過 我的習慣是 這兩個呢 就讓它一樣 才 比較不會弄亂自己 OK 那麼工具說明呢 你這邊可以填入 LShape 然後中括號 OK然後因為 我們這工具需要兩個點坐標 所以 我這邊打入A 多號B 這工具說明完全只是在提示自己的 你要怎麼去 打入這個指令的 形式 我現在 完成 那 這時候呢 確定你的右上角這邊 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工具 那麼它的指令說明就出現在這裡 OK 這提示自己用的 好 那這個工具我們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我們先試試看看到底 有沒有做成功 假設今天呢 我按它之後然後在 空白的地方隨便按兩個點 好它可以做出一個 多變形出來 那看起來是 成功的 好所以 這是我們的新增資工具 它可以拖動 OK 可以旋轉 好 然後這些 都沒有什麼問題 OK 所以我們 新工具完成 在廣告 看起來 好 感谢观看